间谍特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军人 他们长期工作在残酷的敌后战线 虽然有公务国家和人民但是却不能对他们公开奖励 甚至死后连真名实信都不能留下 FBI披露潜入金融证 知觉侧者圈的俄国特工安娜查普曼利用闪魂获得英国护照 在被遣回俄国和撤销英国国籍后成为杂志封面女郎 言行顾问和青年团领袖 胡维俄国前克格伯特工亚历山大亚特维年科乌2006年在伦敦格洛夫纳广场迁徙酒店 遭受放射性波投毒伤害 生前曾孝立乌英国军行六处图为受聘乌克格伯最重要的英国女特工 梅利塔诺布德代号为涛了近40年 兼拍摄英海军航空储文件并传送给俄国 她死屋2005年西米德兰茨军养老院 将年93岁作为特工如此善终者甚少图围 这一盘剧毒闭马胡锁的波球 杀死了BBC波音员乔治马尔克夫 他曾乌1969年从保加利亚叛逃 2006年俄罗斯指责英国客公力用假延时 与组织接头并下载高度机密信息 对此英国起初一笑之之 但2012年英首相托尼布莱尔前范公事主任乔纳森鲍威 而承认了俄方的这一指控 俄国国家电视台报导了 一张乌2006年1月23日 从欧洲第23宾告解脱的图片 图片展示了被当作普通信箱的高科技 间谍岩石 美驻莫斯科大使管秘书瑞安博格 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扣流 其粗糙简陋的间谍装备 包括两笔假发 两副太阳镜 两把折叠小刀 迷你变红 莫斯科地图册 和1.500欧元的纸币 2013年5月14日 出现在俄罗斯 RT电视台上的瑞安博格 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制服在地上 双手被控制在背后 冷战的结束令 为减缓俄特工罗伯特 汉甄和奥德里奇 埃姆斯的间谍活动 二人分 别在2001年和1993年被捕 埃迪查普曼市 二战17英国 臭名昭著的双众特工 同时效力 无英国和德国 代号为巨齿 Zinsac的查普曼 无1997死无心脏病 潜伏无英 国军情 六处MI6的苏联间别金 菲尔比乌1963年叛逃到苏联 他是二十世 几岁足智多谋的叛徒之一 乌1988年死无莫斯科 向年76岁